來 我們接下來問一下文婉 說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位有小三扶正的醫師娘 對 成功完成她的黑暗榮耀 其實你知道嗎 醫生跟所謂他周邊的 比方看護士 醫護人員 非常容易所謂的 其實日久生情 那也有革命情感 工作情感等等 然後這一個護理長 就是跟這個 應該說這個診所的院長 其實整整大他二十歲 可是當時就是知道嗎 莫名的一種崇拜 然後加上我剛剛講的 每天工作在一起 兩個人就產生了感情 那時候這個院長就跟他講說 我告訴你 我跟我老婆沒有感情 我愛的是你 然後你放心 我已經 我一定會想辦法跟他離婚 即便是請家蕩產 我都 我晉升初步都沒關係 我們兩個拜託 我們都可以再創造 另外一個家庭 另一個事業都沒有問題 然後他給他一個承諾 結果這個護理長就 當然就死心塌地 就覺得說天啊 他未來有望 有依靠 好 那我跟大家講 但是就在他覺得 歡天喜地 覺得說他可以跟院長 終於可以共結連禮的時候 他意外發現 因為這一個 這個所謂正牌的醫師娘 是三步五時 會來診所走動走動 看人看誰 當他看到這個醫師娘的時候 他傻眼了 因為他腹部微微隆起 大肚子 好不好 所以我跟你講 垃圾 就是男人真的是 你知道嗎 原來他就只是為了一時 老婆懷孕 不甘寂寞 那他當下他看了 他覺得說 天啊 他怎麼可以接受 剎那間覺得說 我應該是被你玩了 你騙我 後來真的很妙 這個醫生 真的跟他的老婆 原配就離婚了 還真的離婚了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診所裡面的護士 會打小報告 會跟那個醫師娘講說 他跟誰誰誰怎麼搞在一起 好了 但是這個很快的 因為當時承諾他說 我會幫你扶正 會讓你這個你知道嗎 黑暗榮耀 你可以就是變成我的原配 可是問題沒有 當大老婆挺著肚子的時候 這個傳統就不太聽了 所以他開始就受很多的稀落 然後人家看他的眼神 也非常非常的怪 所以他心裡就很怨 因為他就這樣子熬 雖然後來他也離婚 但是整整也熬了五年 五年的時間 好了 可是五年之後他扶正了 他心裡就覺得 那個恨已經蓋過了 原來的崇拜跟愛 我跟你講不得了 後來有一天 這個醫生生生生生生了 就生生生生生了 他說怎麼會照顧得這麼好 醫療資源這麼好 這個太太她做了什麼事情 你高血壓不可以吃對不對 我就養你吃 你火腿不可以吃 我就養你吃 而且不是說大量的 媽媽幫你討 而且她每天幫她量血壓 幫她量血糖 我跟你講 其實當事人有時候是 其實老實講 那是一種感覺 你沒有看到數字 有數字就具體 你完全依賴她 你就覺得說OK 她都在發怒 我說娃娃那個頭髮得死 她一樣給她吃藥 妳家瞭解嗎 她一樣照顧妳的齊驅 可是有些東西 妳是不能吃的 可是她就是 自然自然地走了 然後我跟她講 後來妳就講說 這個事情怎麼知道 因為老公走了之後 我醫師娘 我去接管診所 我變成是一個經營者 然後開始去聘用醫師 但是她在這個話語間 她常常跟她下面的那些護士講說 拜託 千萬不要得罪女人好不好 不然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那個話語間 她並沒有承認 但是話語間 大家聽得都覺得 不寒而禮 對不起 那個案例是這樣 真得衝突起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請教一下 張勝書老師 什麼指揮命格的女人 男人會心甘情願把錢給她 還有這種 還有這種 應該有的 應該有的 對不對 所以各位來 趕快把你們的命盤端出來 對一對看看 對眾了 趕快跟隔壁那個領錢 我一定沒有 來 我們看第一個 命公有天良的女生 有沒有 沒有 都靠自己 這裡都沒有 真是的 對 為什麼要給那個 我們都聽過一句話 昭康之妻不下膛 貧賤之交不可望 如果這個女生 在你最苦的時候陪著你 然後不離不棄 對你永遠抱著希望 你說當你成功之後 要不要報答她 都惹是用 所以天良的代表人物 來 唱起來 誰 新騎白買 翁波川 對啊 這也太苦了吧 你們也可以查到 翁波川的命格 是啊 好厲害 是 好厲害 你看 放小量沒人管對不對 一心一生翁翁波川 可是為什麼 其實古時候的人 要塑造這樣的狀態 是因為以前男人出去打仗 老婆在家如果不乖的話 男人是不是打仗就會 會怕 所以以前都要塑造這種 可是我們講 昭康之妻不下膛這句話 其實是光武帝留秀的那時候 他的姐姐 看上了一個大帥哥的大臣 那個大臣比赌人還帥 然後那個姐姐說 媽 我猜 弟弟你是皇帝對不對 你去跟他講 叫他離婚拿來娶我 光武帝就去試探 他說人家都說 貴亦有富亦妻 貴了以後就要換朋友 有錢了以後就要換老婆 這句話對不對 這是光武帝講的 對 然後這個大臣就說了 貧賤之交不可忘 昭康之妻不下膛 這兩句話回答以後 光武帝憑那忙 回去跟他姐姐說 沒有希望了 人家不愛你 所以你看 這句話講的也就是 當我在患難的時候 他陪了我 我怎麼可以去拋棄他 我成功是不是就要報答他 所以天良這顆心 看起來很溫文 很...對不對 但是成功之後 人家忘不了他 那你不該好 真好 對不對 很偉大 所以天良 再來 天象 天象 我們瑞德有 我有 瑞德說 為什麼我不是女人 為什麼你不是 為什麼我不是女人 人忘不了你 你老婆都沒有拋棄你 對啊 天象這顆心叫宰相 好可愛 宰相在女生來講 以前人不能當宰相 可是他可以什麼 幫老公當宰相 所以叫幫夫運強 那今天你男生 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公 老婆幫你的 你要不要回報他 你老婆都要給他了 這是一定的 對不對 所以天象這顆心 幫夫運越強的 老公越成功 是不是你就得到了 真的 對不對 很重要 好 再來 第一個是誰 貪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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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一句形容詞叫什麼 清國清城 清國清城的意思 漂亮 漂亮 那別人貴妃 男生看到你的之後 連國家都不要了 你說漂亮 漂亮 是吧 所以以貪狼這顆心來講 他迷惑男生的力量很強 其實這個最適合當間諜 穿倒方子那種 穿倒方子 各位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聰明的男人 是愛因斯坦 他曾經被說的一個間諜 迷得神魂顛倒 然後被偷走了 所有原子彈的那些資料 配方就是這樣子被偷走 偷到說了去 對 他的學生 所以1945年 那個女生回到了書二 愛因斯坦天天給他寫信 說為什麼你都不回信給我 人家都說我是世界上 最聰明的人 可是我解決不了這件事 你不回信給我 所以我最近 愛因斯坦說 我最近都在看 算命跟魔法的書 想看看能不能算人看 夠可能 才看到他是貪狼 所以連愛因斯坦 都被人家迷得團團轉 想看 所以貪狼這顆心 是不是心甘情願讓奶奶 全部都掏出來 所以啊 我們兩個都要自己賺 聖門姐 真的是 一顆就沒有 沒那個命 沒那個命 親國親成 貪狼跟貪心差很多